越去看索越去不做迷离 因为从美国的资料看得非常清楚就是 它在1点20分在雷达营销售的时候 它不是就直接的醉好了 看到之前马来西亚军高手 说的这是对的 它居然绕了一个大弯 又绕到了路上 也就是它刚1点20分 它失踪了以后 它居然还在空中飞了4个小时 也就是这个时候 它就不是在空中碰到不可靠的一个移动 它不是因为它先后的开机 它直接对到海里面 它在这个时候 居然转弯 在别的地方尖离了行驾 所以才要关注是驾驶员 好 好 好